光处煤材料用品、迷你机器人、智能摄影棚、多功能抱枕 当地时间4月18日至21日 在香港举行的环球资源礼品及家居用品展再次提醒您 现在的家居用品、环保、智能、创新一样都不少 现在看到的这几件家用纺织品 色彩并不艳丽、款式也不新潮 但它的内涵却很惊人 来自杭州的展商介绍说 这是用光处煤材料制成的纺织品 通过阳光照射 材料会分解出负氧离子和抢机自由机 能转化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 这种材料的地毯放在家里 就是一个天然的空气清新器 堪称克甲醛神器 比如说1米1×1米3的一块钙毯 纯棉的钙毯 我们把它放在一辆新车里面 那么经过三天的日晒 我们能把这个新车里面的味道完全除掉 这个随一月起舞的小东西 可爱吧 说它是一款幼教机 你信吗 通过手机APP程序 你可以操控它给小朋友讲故事 教股诗、学英语、听音乐 有兴趣的话 你还可以给这款幼教机编排独特的舞步 智能的加入 让家长感受到了更多的寓教娱乐 除了许多环保智能的产品 创新产品也是本次展会的亮点 在展会的环球智库体验区 陈列了展会上最具创意的产品和设计 如迷你智能摄影棚 复养水杯、多功能抱枕、六合一功能笔等 这些产品和设计都是在传统产品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改进 使传统产品焕发新生 其中一个大家都在沟通的是智能家居 就是Smart Home Smart Home智能家居这两年的发展也是非常快速 但是同时我们能够看到传统产品 其实在设计方面、在环保方面 也是有很多发展的空间 据了解 环球资源礼品及家居用品展 是环球资源八大出口采购展之一 全球于240个国家和地区 超过150万名国际买家 会通过环球资源的平台 来了解供应商及产品信息 实现高效采购 这些展会也是中国产品走出去的重要展示窗口之一